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2月29日 星期六北美时间的下午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 《冷眼看世界》的Voice节目 今天是2月29日 大家都知道是4年才有一天 所以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 同时呢 今天这个美国的疫情呢 可以说也是急转直下 更多的证据表明 已经有这种社区的传播 今天上午大概 在美西时间10点钟的时候 新闻呢是最早爆出来 就是美国的华盛顿州 已经是出现了全美第一例 因为冠状病毒而死亡的病例 在这个媒体刚刚爆出来之后 才15分钟 马上呢特朗普就是按照预定的 对这个媒体进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可能是因为这个时间比较仓促 所以在这个特朗普的新闻发布会上呢 当他提到华盛顿州的这第一位死亡病例的时候呢 他的原话是说 这个病人是一个妇女 late 50s就是50大几岁的妇女 因为这个冠状病毒而去世了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呢 在他这个特朗普的新闻发布会 刚刚结束之后 很快的就是媒体就说 其实呢特朗普给出的这个 第一位死亡病例的信息有误 他不是一个妇女 而是一位男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的信息呢 之后呢 才发现原来呢是美国的疾控中心CDC的一位director 一个主任 当时呢也是在这个发布会的现场 在发布会之前呢 当这个CDC的官员对特朗普进行这个死亡病例的一个汇报的时候呢 是给出了错误的信息 在特朗普刚刚进行完发布会 在媒体爆出特朗普给出的这个 第一例死亡病例到底是男是女可能有误的情况下呢 美国的华盛顿州也是很快的就发布了这个新闻发布会 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 有一个医院的这个相似是一个院长还是一个负责人呢 这个医院呢就是第一例这个死亡患者 他所待的这个医院是Averett西雅图北面的一个城市的这个医院 在记者问到这个第一例死亡信息的时候呢 这个医院的这个发言人也正式确定了 他是一个这个男性而不是女性 所以在这个当地的人员确定是个男性之后呢 CDC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是他们犯了这个官僚主义的这种错误 给出了错误的信息 而且是使得这个在更早时间特朗普第一时间 面对记者和媒体的时候呢 是在这个男女不分的这个问题上是发生了这个错误 也成了一个笑话 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死亡病例在Averett这个医院呢 同样的这个医院也是一个多月以前 1月21号的时候 美国发现的第一例新冠病毒的患者 当时呢 1月21号的时候也是爆出了华盛顿州的一位30多岁的男性 当时也是几天之前1月15号的时候 刚刚从武汉飞回西亚图 结果呢 是被检测出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 当时这个第一个感染的病人所待的医院呢 就是Averett这个医院 所以整个美国第一例确诊的冠状病毒的这个病人 还有第一例因为冠状病毒而死亡的病人 全都是发生在这个同一个医院 所以这一次呢 也是美国的华盛顿州 也是跟这个病毒相关的这个方面也是出名了 有可能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华盛顿州呢 是在美国的应该是西北角 是挨着太平洋 所以当这个中国的居民飞到美国的时候呢 很多呢都是在这个下图入关的 因为这个地球是圆形的 所以你看这个飞机的这个飞行路线呢 其实都是靠北边飞的 如果你飞美国的这个西海岸 它不是这个直着飞的 而是沿着这个北边飞过去 就是接近这个俄罗斯的和这个美国的交界的这个白链海峡 还有阿拉斯加 然后再一点点飞下来 所以最近的距离其实就是西亚图 如果你不包括这个阿拉斯加 不包括中间这个夏威夷岛的话 跟美国大陆最近的就是这个西亚图机场 所以很多人呢也是居住在这里 同样的它就是穿速于中美之间的时候呢 也是在西亚图转机 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潜在的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想给大家汇报呢 是就是过去这两天呢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就是证据表明美国已经开始了 冠状病毒的传播形式呢 也是急转直下 又因为过去两天中这个美国西海岸 这三个州 加利福尼亚州 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 爆出了好几起 无法找到这个病毒来源的这个确诊病人 他既不是从这个国外旅行回来的 不是从疫区回来的 同时呢 他也没有就是明显的跟这个病毒疑似的携带者 有过接触的这个记录 所以呢 就有可能是潜在的社区传播 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所以呢 美国的这个老百姓呢 最近两天都已经发生了这个抢购潮 具体到了什么程度呢 就是突然在过去这两天 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吧 就是在周五的时候 我昨天白天的时候 去这个Costco 这个大超市 当时呢 人就已经明显比平时这个weekday 人要多了 已经很多人 我看见已经开始这个采购比较大量的这个 食品的粮食啊 还有这个卫生纸啊 这些用品 就是拿着比较大的车来推的 但是到了今天周末的时候呢 我也看到了一些朋友发的这个朋友圈 现在周末再来Costco的话 这个人就已经非常多了 有可能呢 你要在这个停车场等很长时间 才能有一个车位 就跟去年夏天 这个Costco刚刚在上海开业的时候 一样的火爆 好不容易你找到停车位 进去之后呢 你也需要跟很多人呢 在那挤 很多东西呢 也是货物其实是已经有这个比较短缺的趋势了 因为很多人都在抢购 当你买完东西结账的时候 也是非常非常长的 对这个呢 在之前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冠状病毒 一下子开始在这个美国社区 有了传播的这个痕迹 所以呢 美国老百姓也是非常紧张 是之后中国一个多月 也开始出现了这种这个抢购潮 而这种事情的发展呢 其实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就像我们都知道的这样 在国内呢 大概1月20日就是正式 钟南山宣布 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这个冠状病毒可以在人跟人之间 之间传播之后呢 过了三天 1月23号 武汉突然封城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全民也是发生了比较大的恐慌 很多人呢 也是出去抢购 在中国这个疫情 已经得到了初步控制之后呢 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世界范围之内 在中国之外的地方 很多国家也开始了 这个疫情的传播 而且有些国家呢 也是比较严重的 比如说是韩国 比如说是意大利 还有伊朗 还有日本这些国家呢 它的这个确诊的数量 还有死亡数量 也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肯定会发生的趋势 就是之后一个多月 在其他国家开始重复 中国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的这种恐慌 说到其他国家的疫情发展呢 今天在特朗普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上 也是宣布了一个跟这个旅行禁令有关的信息 就是即1月31号 美国宣布对这个中国 来过中国的人进行这个旅行禁令之后呢 今天也是正式宣布 另一个国家也是上了这个旅行的黑名单 那就是伊朗 大家知道呢 其实伊朗在这个死亡人数上呢 是仅仅次于中国的 但是它的这个确诊人数上 其实并不是中国之外最多的国家 这个韩国到现在为止三千多人确诊 这个意大利呢 也是一千多人 而这个伊朗呢 现在只有五百多人 只是它的一个死亡的人数 四十多人 是中国之外第二高的 同时呢 也是因为伊朗跟这个美国的关系 一直都是不太好 都是比较敌对的国家 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以来呢 伊朗跟这个美国的关系有所恶化 所以呢 我觉得也是出于某种政治的考量 美国政府也是把伊朗作为了 中国之外的这个第一个 进行旅行禁令的这个国家 跟这个对待中国的这个旅行禁令的政策是一样的 就是任何人 如果你在过去十四天中去过伊朗的话 那么你是无法能够进美国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中国的人 或者说你现在在伊朗的人 如果想回美国的话 你必须通过第三国 待过十四天之后才能进美国 好的 今天呢 就先给大家update这么多 总体来说呢 已经不可避免的美国 有这个宽中病毒 已经开始在这个社区之间 进行传播的一个痕迹了 接下来呢 我会给大家进一步的关注 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欢迎您订阅 支持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